大家好 昨天我们讲那只黑天鹅 然后我说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一只黑天鹅 可能就是核战争了 具体来讲就是中国跟美国爆发核战争 为什么想到这个 因为昨天我看了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里讲中国驻美国的新任大使秦刚 竟然公开威胁说中美要进行核战争 可能会有灾难性后果 当然后来我看了一下 我发现这个事其实是一个误会 但是这个误会后面暴露出来的问题 敌的确确很有可能会引发核战争 一开始我是看了一个推特 这个推特引用了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报道里面的文字 里面具体讲就是说 在秦刚最近的一次重大公开的发言中 他刻意地指向了中国有核武的能力 并且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 使用冷战思维 冷战规则 遏制中国的话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意思就是很明确 就是说其实就是进行核大战的威胁 所谓灾难性的后果 然后你也把核放在里面 那必然就是核大战的威胁 然后这个推特主要是讲的 就是秦刚前段时间表现得还比较友善 比较友好 怎么突然一下子第一次来美国 第一次的重大讲话就发了这样的威胁呢 当时的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的第一反应是说 其实中共历史上一贯对于核战争 就是这个态度 最早的就是毛泽东在1954年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跟尼赫鲁 当时的印度的总理尼赫鲁 在聊的时候直接就说了 说尼赫鲁讲核武器这个不得了 真的打起来的话全世界人都要死光的 毛泽东当时你想1954年 53年那个时候毛泽东刚刚打完朝鲜战争 虽然说死伤惨重 但是表面上看是把美军赶到了三八线 所以毛泽东那个时候是躊躇满志 在国内的声望也是极高的 他就跟尼赫鲁讲 这个东西也死不了全部人了 是吧 死一半人 然后我资本家都死掉了 然后我们正好可以占领世界 过个几年人口又可以恢复了 当时全世界人口是27亿人 当时说过个几年又可以恢复了 据说 当然我们查到实际的历史记载 据说尼赫鲁当时被吓了一跳 尼赫鲁说没想到有人竟然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的 所以后来印度跟中国不是边境上有各种冲突 有毛泽东说我怎么也想不通 尼赫鲁为什么你要来跟我作对呢 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问答 凡是正常的人听到毛泽东在这么看核武器的话 都会对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的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之后毛泽东又先后几次 注意1954年是中国还没有核武器的时候 而且还远远没有估计核武器 还没有立项的那个时候 还是倚仗于苏联核武器的保护 但是到了196几年那个时候 中国释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 有了核武器之后 毛泽东依然是坚持这样一个论调的 他在不止一个场合重提当年跟尼赫鲁的讲话 意思就是讲 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讲 6亿人死一半 3亿人我们依然可以继续革命 能够达到共产主义 这个其实也就代表了不管是毛泽东也好 还是一些比较强硬的共产主义者 他的一些思维的方式 就是说这个世界反正是要死人的 是吧 如果说我为了一个创造一个美好新世界的话 那么死多少人其实都没有关系 只要能够创造这个世界 死多少人没有关系 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之后我们都知道 毛泽东跟苏联闹翻了 然后珍宝岛打起来以后 就准备要跟毛泽东已经是说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而且是组织动员下去 要跟苏联打核战争了 当时那个年代的人都应该记得 深挖洞广积粮 就准备要干什么 就是打了核战争以后 我要躲到地下去继续跟苏联作战 已经摆出这个架势来了 就是我不怕跟你打核战争 而且我已经全民动员了 这个当然是毛时代的 很多人讲这是毛时代的 但是鉴于现在习一尊 是不断地推崇毛时代的当时的很多做法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 对于毛泽东这种说法 这种言论 不管是从策略上讲 比如说他只是吓唬别人的这种策略 还是从实际目的上讲 就是说我们也一半人 然后最后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这两方面或许都是有一定程度的赞同的 关键是中共党史上从来没有对这个方面的核武器方面的东西 毛泽东的言论进行过批判 党史上一直是默认的 甚至是赞同的 认为就是因为毛泽东这种强硬 才导致当时苏联也好 美国也好 没有敢打中国 这个是毛时代的 到了1980年以后 我们稍微有一点记忆的人 都还记得2004年还是05年左右的时候 那个朱成虎就是朱德的外孙 朱成虎 朱德的外孙为什么也姓朱 anyway 他是朱德的女儿的儿子 他公开的讲 如果美国要跟我们打的话 常规战我们肯定赢不了的 我们只能跟美国打核战争了 那我们就做好了西安以东 所有城市全部牺牲掉的准备 我们看一下地图 西安以东 您可以看一下 您如果是按这个标准的话 您在不在西安以东 您的亲戚父母在不在西安以东 如果执行这个战略的话 您的家庭或者您还存不存在 而且关键是他当时明确说了 西安以东的中国城市 包括台湾 西安以东我们中国不要了 是吧 那么美国您也要做好西海岸的几百个城市 遭到毁灭的打击 因为当时的中国的投射能力 只能理论上讲只能打到美国的西海岸 OK 这是2005年之后的 关于这个言论也没有从官方角度 或者是什么角度 就对这种言论有一个明确的反对 朱成虎讲说中国虽然说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但是不是在自卫的前提下 如果我是在自卫的前提下 我是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的 那跟你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有什么区别 这点上官方没有表示一个明确的 到底什么叫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到底是有没有前提 没有明确的 所以在所有这些信息的情况下 你去看说秦刚 这个报道说秦刚威胁要对美国使用核武器 中美要打核战争 这个报道你信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不信的 因为一直以来就是中共的一个政策也好 策略也好 或者甚至是一个口号 现在很多战狼也是动不动 又就是要打核战争 是吧 但是我还是留了个心眼 说我还是去看一下这篇文章 因为他只是截了其中一段 看了这个文章以后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秦刚前几个月刚来美国的时候 还是比较各处去拜山头 你知道吧 就是美国各个国务院各处去拜山头 然后秦刚还发表了一些讲话 比如说大家可以去看秦刚的推特 有一个推特就讲 有些人觉得中国是在Betting against America 是在跟美国对面下注 是压美国输 而中国的目标是挑战自于取代美国 有些人说这个是对于中国现在 战略目的的一个严重的误判 首先Betting against America 大家听这个话熟悉吧 以前有没有人说过 有一句话说过叫做你永远never 永远不要Betting against America 永远不要跟美国对赌 这是巴菲特说的很有名的一句话 中国国内的宣传机器 还曾经把这句话歪曲成了说巴菲特说 永远不要读你的祖国书 其实巴菲特说的是我永远不会读美国书的 因为美国是巴菲特的祖国 所以中国的宣传部门就帮你搭了一个桥 永远不要跟自己的 堵自己的祖国书 anyway 也就是说这句话是明确很有指向性的 就是针对美国的金融界的 包括巴菲特 包括索罗斯 两周以前索罗斯已经公开的发文说习近平是全世界民主自由 或者说自由贸易的敌人 就在几个小时以前索罗斯发文指名道姓讲 黑石你增加在中国的投资就是在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索罗斯最近对于中共态度突然有一个巨大的转变 而且他自己已经抛空了所有跟中国有关的股票 那么秦刚这个回应其实就是在 秦刚之前的这一个月就是在安抚美国 外交界也好 民间也好 金融界也好 做这样的表态 秦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论断 应该是他刚上任的时候讲话里面提到的说 美国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以前的苏联 我跟你们讲中国绝对不是以前的苏联 但是如果像这篇报道讲的一样 秦刚就是在说威胁中国和美国要打核大战的话 你跟苏联还有什么区别 美国人对于苏联的印象 最直观的印象就是核战争的威胁 苏联存在会导致美国可能跟苏联打核战争 那么你现在把这个话讲出来了 不就是在说我就是苏联 我就是我们老大哥的继承者吗 所以我当时觉得秦刚有可能这么说吗 我后来多了个心眼 我就查了一下 秦刚这个讲话是在他跟美中关系 全国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进行线上活动的时候 就是开zoom会议的时候他讲了这个话 我在里面搜索了一下 我还真没有看到秦刚说威胁中美之间打核大战的 这样一种威胁 这个有可能是个假新闻 但是我在里面找到了这样一句话 大家耐心听我读一下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 苏联从中国撤走所有专家和援助 当时中国很困难 正处于严重的旱灾 粮食极为短缺 中国人连饭都吃不饱 但我们咬紧牙关 自力更生 几年时间内把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搞起来了 把重大科技项目搞上去了 1964年中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近90%以上 1965年石油可以全部满足当时经济需要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 这是秦刚整个讲话里面唯一一处讲到核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搜核这个词没识到 他讲的是中国当年苏联对我们进行封锁 是吧 我们都没关系 我们都把工业技术搞起来了 而且我们还搞出了原子弹 所以你看看你们美国要考虑 你们现在要搞定封锁我们吗 越封锁我越强大 就是这个逻辑你知道吧 当然了他这里面自己打自己嘴巴子的东西很多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60年代初没有什么严重的旱灾 这所谓596061这三年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国水文数据显示 中国最封条与顺的 全国范围内最封条与顺的三年 甚至在饿死很多人的时候 粮库很多当地粮库是满满的 但是就是不肯开仓 所以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 所以他敢于提这个时间段还是 尤其是在很多当场的在座都是美国人 而且不但是美国人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它是美国相当于最高级别的一个民间组织 是关于美中关系的 在座听的有很多名人 像基辛格 雅各布鲁 这个都是中美的外交相关的领域 是顶尖的人物或者曾经顶尖的人物 那篇报道里面提到的一些 比如说冷战思维 或者说什么灾难性的后果 在秦刚的讲话里面也有 但是跟原子弹不是在一块的 所以你听起来似乎是那个新闻在造假 但是你试想一下 在中美的关系是如此的恶劣 以及中国跟全世界其他的西方国家 关系如此恶劣的时候 你新任的中国驻美大使的第一个公开的大规模的讲话 里面的一字一句都会被人拿出来 用放大镜去看 这你应该能想得到的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提原子弹 当然我们明白原子弹的目的 它是为了说明你们封锁我们 我们也可以搞得起来 但问题是你在这里面提原子弹 那么大家都在放大镜看的情况下 你就必然会被人把这个词挖出来 所以你作为一个外交的 如果你的目的是来缓和两国关系的话 你放原子弹里面本身是不合适的 所有这些讲话我相信都是事先惊人 一个一字一句推敲的 捉刀者如果说我主要是来释放善意的 就不会把原子弹放在里面去 可以说几乎可以讲 是故意的让媒体记者挖出来 而且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它这里面讲的顺序 先是1964年中国机器自给率90% 然后1965年石油满足当前经济需要 然后头又掉回到1964年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上去了 所以很有可能就这具原子弹诞生 它是塞进去的 而且是故意颠倒了顺序 让你注意到 我这提了一具原子弹呢 当然从策略上讲 你会觉得它是为了所谓孝礼藏刀 免礼藏针 这里藏了一根针 但是老实讲我觉得在这里拿核武器说是 不是藏了一根针 你是藏了一根匕首 就怕别人看不见我这里面有一把匕首 针是为了别人看不见 你就怕别人看不见我这里面有一把刀 而且我个人觉得刚才我听这些东西 大家会觉得这个就是中国对内宣传的 教科书一样的对内宣传的材料 但是你在外国人听起来 你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说服力 这个也是中国外交界最近几年的一个特别重大的变化 就是什么呢 把内宣材料当外宣来用 如果你的所谓外交是为了说服外媒的人 我跟你不是要对着干的或者怎么样子 你哪怕要去吓唬别人 你也是要用外媒人习惯的方式去吓唬别人 但是很明显的就是在整个秦刚这一大段的讲话里面 大量充斥的这种内宣的内容 完全从中国人 就是你必须要去出生在中国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下 那种逻辑的思维的方式下面 生长起来的人才能看得懂 你是这个意思 当然同时你必须要忍受大篇大篇的废话 但是你作为一个外交来讲 在面对如此重要的一个机构发表的第一次重大讲话上 用内宣的方式来组织语言 而且还塞了一个匕首在里面 去组织语言 也争取获得 想要获得一个好的外交成果 想要获得外界对你的形象改观 你不觉得这就是中国的外交界 所谓战狼外交最近几年导致中国的环境 国际形势 国际形象 越来越差的一个统一的模式吗 我跟大家说个事 就是我频道曾有观众跟我透露了一点 他说我认识一个朋友 我认识一个朋友是在北京的某个部门 专门去帮助什么 上头要了解外面的动向 外面的舆情 他去做舆情的收集 然后每天写个报告上去 然后他的领导再提交给上一层 上一层再提交给上一层 最后让统一汇总来供不管是中央或者什么部门做参考的 但是他这个朋友经常跟他诉苦就是讲什么 我要把真实的情况写上去以后 领导会不高兴的 领导说你拿这个给我 我怎么写报告给上面 我相信他的领导也有这个苦衷 你把这个给我 我怎么报给上面 所以最后就一级一级形成了什么 他们已经知道了 他们的领导或者他们的领导领导想要看什么 所以在做舆情分析 收集的时候 有些东西要么就不报了 要么就按照领导希望的角度去报 比如说国外的舆情 这条新闻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大打折扣的 但是他必须要把好的一面 虽然说可能完全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他要按照上面的口吻 把好的一面也写进去 似乎给上面看 这个都是有坏处 有好处 你选 但其实这个好处很多时候是为了迎合上面的口味的 中国的 我不知道习近平是通过什么渠道 去了解外面的舆情的 或者说是怎么样去 我们很多都能发现 就是所谓战狼外交 很多时候都有着浓浓的 习近平自己的很多说话的影子 我不知道习近平是怎么获取这个信息的 又是怎么传达这个命令的 但是可以清楚地干到 在中国的最近几年战狼外交的实践里面 有很多地方是清楚地贯彻了习近平的个人意志 说的好听一点叫个人意志 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外行指挥内行的很明显的一个痕迹 而且现在内行做的事情是给人感觉越来越外行 越来越外行了 所以秦刚的这篇稿子到底是怎么来的 是谁在修改 或者是他是按照什么样的口径 什么样的胃口再进行修改 我觉得非常的耐人寻味 而这个就是我前面讲的 虽然说这篇文章本身并不是在明确地表达 中国美国要打核大战的这样一个威胁 但是他给人的感觉 给外人的感觉 你是外交的部门 你是大使 给所有受众的感觉 就是说你再行使这样的威胁 而你现在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外界对我的观感 而你这样的讲话完全跟你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这个就是我们最近看了很多年 中共外交部门做的很多滑稽的事情 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当这这么多的人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而且你还觉得自己赢了 事实上就在上个月跟中共的关系比较密切 这个南华早报曾经爆出的一篇文章说 中国军方的高层一名匿名人士 表达了对于中共外交系统的不满 就是说你们的外交系统这种战狼外交 导致军方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 我理解这种压力是什么呢 军方他要做沙盘推演嘛 看看我现在的实力能不能 能跟谁打 能打得赢 能不能打得赢 就是他发现你们这帮狗日的 让我们现在兵级推演里面的胜率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了 那么相应的我们的压力当然是越来越大了 但问题是军方你还不能服软 尤其是对于习大大 你还不能 好像还没打起来 你就先灭了自己的威风了 是吧 所以他也只能 你们看起来是拿外交部门撒气 其实就是在把压力反到习近平那去 你们不能再这么搞了 这样下去会出大问题的 所以外交系统我们看起来很多时候的打仗什么东西 最终是双方兵对兵 将对将 是军事冲突 其实在军事冲突之前 我们往往要穷尽各种外交努力以避免军事冲突 这就是外交部门存在的意义 那么退一万步讲 就算这个冲突不能避免 是不是 外交系统最起码你要为我赢得一个更好的战略的环境 行事 你不能到处树敌 几乎能够数得上的西方的先进国家 现在都在围堵你中国 都在以中共作为假想敌 那这个军队吃得消吗 你让我打日本 我可以试试看 打美国 我可以硬在头皮上 你让我同时打日本 美国 澳大利亚 印度 英国 法国 德国 从这个表态里面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中共内部对于战狼外交反感到什么程度 因为你太不负责任了 你是在拿所有人 不但是中国人 是拿全世界所有人的生命开玩笑 主观上讲 我当然希望习近平继续做乱搞 让中国国内的反对声音 乃至于国际上对于中共的反对声音越强越好 加速主义我们都懂的 但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你不知道加速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虽然说似乎看起来核战争离我们很遥远 但是这种加速往往到最后是 它的加速度会越来越大的 一旦进入一个失控状态 可能几天之内就会酿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个 我之前也讲过 虽然说我们现在一切都是在反中共 我们觉得中共或者说我们就是这一届中共的政府 习近平本人做了这个措施 但是你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 你做了这个事情以后 会导致全世界对于你这个国家 乃至于对于你这个民族本身 乃至于我们这些海外的跟你同一个祖宗的这些人 也会受到波及 我们所有人都在他们挖的这个粪坑里面 当然这个粪坑是越靠近粪坑中央越臭 但是我们作为粪坑周边的人 我们也不希望你往里面一个猛子 然后见我们一生屎 是吧 好吧 希望这个加速尽快结束 而希望这个加速结束的时候 我们不会看到地平线上升起蘑菇云 青山不改 历史上流 下次我们再见